中超第二十九轮 江苏说您在课场一二比三的比分系半个山东鲁能 奥拉罗游赛号很生气 他直言 失误你支出球很失望 队员去一时现在还没有放假 奥拉罗游首先练平了比赛 我感到非常失落 我们自己的失误导致输掉了比赛 队员们在比赛中的精神状态 以及投入没有赛前预期那么好 连赛还没有结束 希望队员们能意识到这一点 在下一场逐场比赛的时候做得更好 当然在比赛中我们有扳平比分的机会 目前最关键的问题 还是队员们要有拼劲 不能拿这个状态和精气神去踢比赛 如果要成为一支更强大的球队 要改变思维方式 改变心态上的问题 下半场他接连换上了两名进攻球员 在记者问到这两名球员上场后 也没有达到了预期的时候 奥拉罗游说 谢鹏飞是刚刚商誉 本来没打算让他上场 不过他上场之后有所表现 比赛中给了埃德尔一季漂亮的传球 黄子昌还是欠缺一些经验 他不知道踢这种局面的比赛 应该怎样利用自己的能力 江苏苏宁赛季至此仍然未能改变 面对前面四球队伍生计的刚刚记录 随着今天国安的取胜 苏宁最终的排名 也确认为第五位